疫情全球蔓延,东飞黄灾来袭,真是一波未凭,一波又起。 当蝗虫没有了植物啃时,开始变异为肉食昆虫,那么亿万只蝗虫引发的灾害又会是怎样的呢? 今天,木卫就给大家讲一部灾难电影《极度惊慌》。 影片一开始,我们看到,在一个实验室里,一个小伙被一堆虫子吓了一跳,踏实忙的女子却不以为然, 鄙视她的同时,还要给这些蝗虫投食,还不穿防护服,都说no做no die,这不? 果然被这群蝗虫给袭击了吧,最后啊,还是小伙把她给及时救了出来。 画面转到我们的女主,麦迪,她是美国农业部专门研究昆虫部门的负责人。 这天,她来到一个自己管辖下的实验室,老教授给她展示了自己的最新研究,一种新型的浑种蝗虫。 这种蝗虫不怕杀虫剂,繁殖率还是普通蝗虫的十倍,寿命更是长达两年之久。 麦迪一听,这也不得了,这种蝗虫要是泄露出去, 那会造成世界型的灾难的。 于是她立马下令销毁这些蝗虫,并且把这个教授也给开除了。 但是没想到,销毁人员中有国防部的间谍,她趁着众人不注意,偷偷地带出来了一罐虫子。 在她换下防护服的时候,还不小心打翻了罐子,让几只蝗虫跑了出去。 这边,间谍带着这罐蝗虫来到一个机场,把她交给了来与她街头的人。 没想到,这个人在把东西带回去的时候,又发生了事故,导致这些虫子也跑了出去。 一段时间过去,在加州的一个小营地里,一对小情侣正在帐篷里玩耍,突然感觉不对。 帐篷里出现了许多蝗虫,这把两人吓得赶紧逃了出来。 画面转到一片葡萄园,一群大叔正在慌挂地受葡萄,突然有个大叔感觉不对劲,抬头一看,黑呀呀一片蝗虫迎面扑来,吓得众人四散而逃。 而路过的麦迪恰巧目睹了这一切。 另一边,被开除的老教授送女儿上校车后,自己准备开车去溜达溜达,却发现天边飞来了无数的蝗虫。 他仔细一看,才发现这居然是自己研究的变种蝗虫。 这些蝗虫扩散速度极快,没多久功夫,他们就向城市飞去,闹得城里不得安宁。 这么多事故发生,终于引起了美国高层的注意。 他们得到的最新报告发现,蝗虫没有植物啃食,他们还会开始吃肉,人类可能会变成食物。 经过研究,老教授与军队发现VX毒气可杀虫,但是也会伤害人体,甚至致命。 军方主张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拯救更多人。 麦迪知道后,极力反对这个方法,并且以媒体舆论和飞机上众人性命要挟,这让军方不得不暂缓行动。 教授和麦迪再次会合,这次他们打算联手,希望能找到更好的方法。 途中他们来到麦迪父亲的农场,而蝗虫也追了上来。 巧合下,麦迪发现,灭纹灯可以杀蝗虫,但是他们被困在了仓库里。 麦迪集中生智,想能用电改造仓库,杀死蝗虫。 但是仓库里的发电机没油,无法发电。 老教授自告奋勇,说他出去取油。 众人在仓库开始改造工作,历经千辛万苦,教授终于取回了油,同时他也因为蝗虫的袭击死去了。 好在最后他们的方法成功杀死了这对蝗虫。 众人脱空后,急忙将这个方案上冒给了高层。 最终,在国家的号召和人民的配合下,他们终于击败了这次的蝗灾。 故事最后,人们的生活又恢复到了往日的瓶颈。 其实啊,不管是面对蝗灾或者是疫情,只要大家团结起来,所有的灾难,咱们都是能战胜的。 孟威说电影,每天陪伴你。 我是孟威,咱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